零部件的线性特征 线性特征可以进行草图阵列 可以进行特征阵列 也可以对零部件进行阵列 这零部件阵列那就必须要在一个装配体中 我们看到我们打开的这些文件 这就是装配体 里面有两个零件 第一个零件是一个大的一个板子 上面带一个孔 后面呢还有两个小图台 第二个零件就是一个小图台 现在我们看看 如果这个装配体中 我有多个这个小零件 我在装配体中能不能进行阵列 这就是零部件的阵列 单击查入零部件阵列 线性阵列 看我们这里和我们特征的线性阵列相似 沿着哪一个方向 沿着方向一进行阵列 阵列的间距实力数是多少 沿着方向二是哪个方向 阵列间距实力数 你要阵列的零部件 可跳过的实力 这就是零部件的线性阵列 沿着方向一 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边线 我们要阵列的零部件选中 第二个零部件要进行阵列 这个第二个零部件进行阵列 沿着方向一 这有个箭头 沿着这个方向要阵列几个 你这个阵列实力数一加 这这个预览就出现了 我们可以通过反向来控制这个阵列方向 沿着第二个阵列 第二个方向 我们也可以进行阵列 输入实力数 可跳过的实力 和我们特征阵列相似 一单击这个地方 有一些地方我不需要进行阵列了 你把它选中 单击确定 零部件的阵列将出现 这就多了 这么六个零部件